高雄医学大学的健身房惊喘有色狼出没 造成了女学生心生恐惧 而且这名色狼呢 还疑似是在五年前就曾经入侵健身房的怪异男子 而五年后他再度打着赤膊入内搭讪女学生 健身房的附近并没有监视器 校方在第一时间只关闭了健身房 勤狼不成还冷处理 校方遭到学生痛批 这危机处理太消极了 现代人重视身材雕塑 只要有空就是往健身房跑 但高雄医学大学却惊传色狼出没 不仅打赤膊出现在健身房还会伺机搭讪 怪异行为让学生们个个人人自为 请女同学帮忙拉筋 然后就身体接触 就是有时候她还会骚扰其他在重训室 那个才脚拉伸的女生 会去搭讪这样子 高一大的健身房虽然有门禁管制 但教职员和学生可凭识别证进入 不过据了解 这名色狼在五年前就曾经跑到健身房里头 骚扰女学生 事隔了五年再度破解门禁 校方第一时间只好紧急关闭 但这样的危机处理也引来学生反弹 痛批校方处理消极又摆烂 五年前那时候的包括采取性贫 还有这个场地的更改 其实应该都是积极的措施 五年前的骚扰事件还将健身房搬迁 校方澄清危机处理很积极 但五年后事件没解决 健身房周遭也没有监视器 晴朗不成也让学校的安全 再度亮起红灯 记者马亦文高彦泰高雄报道